澳門市民在轉換至月康碼前 誰確認自己已進行核酸檢測 並取得有效的陰性結果 首先登入澳門健康碼系統 當系統成功生成澳門健康碼後 按下下載個人資料申請月康碼按鈕 填寫港澳居民往來內地通行證 即回鄉證的號碼後 早一勾算下方的承諾及知識欄目 然後按右下方向月康碼申請轉碼按鈕 頁面自動跳轉至月康碼介面 填寫個人訊息、出入境訊息、行程申報 以及健康資訊等各項申報資料 填妥各項資料並成功抬交後 系統將生成能在入境內地使用的月康碼通關憑證 並會收到由月省市發出有關月康碼系統連結的短訊 市民在到達廣東省 也須每天透過短訊的連結 於月康碼系統上進行健康申報 填寫個人身體狀況以及行程 市民回澳之前 可以從月康碼系統上申請從內地出境的月康碼通關憑證 在出境時被內地相關部門查驗 特區政府呼籲市民在出行前做好澳門健康碼與月康碼的轉碼 核酸檢測地點 吞仔北安客運碼頭 澳門綜藝館 人伯爵綜合醫院 鏡湖醫院 科大醫院 所有人士在進行檢測前 均須進行預約 澳門居民包含外地僱員 首次免費 第二次起 每次檢測收費100澳門元 非澳門居民則須自費 每次檢測收費100澳門元 有關檢測結果7天有效 過期無效 市民可以到以下網址預約 app.ssm.gov.mo 斜滑rnatestbook 斜滑 或者掃描我們的二維碼